所以我们看到不是说只有这个问题而已 还有很多问题 譬如说这一次选手村现在说闹厕所荒 保全还尿在宝特瓶然后员工排长龙 我们看看这个世大运的选手村 预计有1.2万名的选手入住 为安滴水不漏 但最近闹起了厕所荒 因为附近负责警卫的保全人员 因为没有办法进去 被迫要向外面借厕所 有的是要尿在宝特瓶里面 然后垃圾又造成了社区极大的困扰 有人就说上完厕所之后 打扫阿姨说怎么有那么多乱丢的尿液罐 记者也去看了四维路选手村餐厅 民众爆料的棒球场厕所空间真的是很狭小 女生只有三间蹲的厕所 男生是一间蹲的厕所跟三个小便斗 根本就不足以应付数百名餐厅员工 跟实习生使用 而且你要看看有的人真的是蹲不下去的 不见得可以用这个蹲室的厕所 我们就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 这就是世大运选手村餐厅外面的棒球场厕所 大排长龙的情况 那被民众质疑说 是不是因为餐厅内部的厕所没有验收通过 另外我们看到这就是林口棒球场的厕所 这是选手村餐厅员工跟实习生用的 因为空间太少所以引发了憋尿排队的议论 好我先请教一下委员你怎么看 这么多的零零种种的事情一直传出来 但是马上世大运就要到了 其实我看到这些照片 还有那天的所谓的采接活动 加年华会 其实看了心里面蛮难过的 这是我们等于台北市 台北市第一次来办这么大的一个国际级的活动 那主要是要趁着这个机会 让前世纪看到台湾 看到我们台北 那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其实在选前我都讲 柯文哲根本就不识认当一个市长 因为你要当一个市长 你要有领导能力 你要去管理 不是办一个世大运 靠他一个人在那边扮熊猫 扮小丑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宣传吗 不太简单 外国人也不认识他是谁 那你今天就说 我们来看他之前 就是说他在当市长 之前的一些行政工作 跟他的管理 他以前只不说一个 台大那个交互病行的一个外科医生 可是一个外科医生 不会开刀 他也不需要看门诊 所以他每天都是跟记者聊天 所以他很会讲话 很会去讨好记者 记者是有求必应 所以媒体就把包装成为 他是一个好像很型的一个人 尤其是民进那个台独 那个独派人士最喜欢他 那你像你看假如一个市长 他是靠着这样子 靠着这样子的时候 取悦于民众 那也不是他的管理 不是那个 其实我们知道吗 台大 台大 从他离开以后 本来 柯文哲最喜欢用一个 叶克摩的品牌 那那个品牌 他有他的缺点 后来台大 在他离开以后 改了另外一种品牌 那改了以后 他一年台大 变成这样 一年省了两千多万的材料 台大好才会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人 他的管理确实是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台湾 台湾今天民主自由 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在选举都有一些盲点 大家都看说 哎呀 这个人很会讲话 这个人长得很帅 其实帅可以去当名模 去当模特 只要看他长得帅 嘴巴很会讲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 讨厌男 讨厌绿 就所谓的白色力量 所以就随便等等的 现在算算你 就选出这样一个人出来 那就我们现在 承担这个后果 那你现在 那本来就是 你说好办那个 这个所谓的嘉年华会的 一个逛街才街 那你事先有没有规划 你比如说你这个活动 本来你要找有经验的人来办 你怎么会找一个 你们自己民政局的什么 宫教科 那其实台湾的庙会 台湾的庙会也不可能说 办成这样好 就是花车 大家看起来像林车 我们就有很多 我们庙会的传统 其实有时候庙会出来 游街比如什么 马周西 你看看我们那个什么 大甲马祖 正南宫的马祖 那个什么风泡 什么那个也是 也很精彩 很精彩 怎么会办成这个样子 庙会不像庙会 嘉年华不像嘉年华 所以他整个的一个思考逻辑 到底是在干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一个 就是说选举的考量吗 那你看看 他也可以趁着这个选举 那个花车 其实花车的游街是他也在选举 你看看他今天 他怎么讲 你今天有错了 其实也不是说我们 只有我们批评他 你看看那个网路 网路的一些留言 对 就对于大家都对于这一次的嘉年华 采接活动都很失望 那很失望你就要检讨 他不仅没有检讨 反而倒打民进党一把 他说民进党 你们以前办嘉年华会 都在抄袭美国 这是抄袭美国的那个花车 不管怎么样抄袭 那好看嘛 对啊 你太洋车了 对啊 那你根本就是连选举 也在倒打民进党 还包括民进党连惯恐 也在打你一把 所以根本他没有心 在管理台北市的市政 还是就在满脑子 都是在选举 满脑子选举 我们等一下来讲 我先请教一下我们议员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因为大家很担心 到时候台湾丢脸 而且现在这个票 除了开幕式 其他好像都没有卖出去 售票率不到三成 而且这个门票没人买 税间处还有一招 他们就买了400张的 台韩的篮球比赛 然后说要送给大家这个门票 希望大家能够索取 因为他们就是说 如果你捐这个店子 发票的话 我就送你这个门票 结果没想到 他们是不是买太多还怎样 因为有很多人就反映说 都买不到票 而同场还查获到 有人在卖黄牛票 所以大家就想说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对 这适得其反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选民 都跟我们讲说 开幕式有没有票 篮球赛 现在都说 可以帮忙买票 因为他们买不到票了 那也就是说你之前的 这个票物的规划 其实都没有做好 甚至国际宣传也没做好 其实我们当时的质疑说 他去这个南向 去宣传很多东西 要去考察 但是当时这个 世大运要怎么售票的方法 都还没出来 那你到底怎么会 宣传世大运 只不过是带个口会而不识 然后随便讲一讲 一些讯息而已吗 所以我觉得 态度决定高度了 我刚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我今天早上去河堤慢跑 那有几个工地 他就有挂着世大运的布条 挂世大运的布条 帮世大运宣传很好 但是我看起来 挂是挂高台的 挂得乱七八糟的 挂乱扭扭的 里面的讯息 连开幕时间 闭幕时间都没有写 那谁知道什么时候开幕 他到底在宣传什么 所以难怪市民 对于世大运的讯息 完全都没有参与感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刚才讲的花车 其实必须要非常感谢 这些被动员来的好朋友 因为像我参加的佛罗伦社 他们在一个多月以前 就被动员了 我们的社长 每天都在LINE里面说 拜托大家 这个接龙报名 来报名我们的 自大运的采接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活动 辛苦辛苦 非常辛苦 我想不只是 而且那天又热得要命 非常热 包括佛罗伦社 师子会 同系社 或者是青商会 等等 都被动员到了 都被动员 对 很多环境都被动员 所以这些动员的人 其实很辛苦 但是你规划出来的活动 却没有让大家有参与感 你看沿街有没有多少 市民在旁边加油 或者是大家很鼓掌 说这个活动办得很好 没有嘛 完完全全都是被动员来的 这样的一个动员的方式 让所有的事 没有对世大运 没有认同感 那你办这世大运 完全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刚刚举个例子 在这个 柯文哲接纳了 好市府两个大活动 一个是2016年的 世界设计之都 一个是2017年的 这个世界大学运动会 两个你看起来 世界设计之都 我们台北市民有感吗 没有任何人有感觉 说我们办过对活动 有办过吗 好几十亿啊 就任何效益都没有 这样一样嘛 你世大运 你的任何活动的动员 竟然还要用所谓的动员系统 所以无关乎他要拜托 明镇许来主折 是因为明镇许 他才有办法动员啊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 理办公室 很多的这个中药团体 他们都被动员了 那动员是一个过程 但是你节目设计的内容 你自己要有组件啊 我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像田辉委员讲得很好嘛 你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你的这个如何展现 你花车 我总要看看你花车 长什么样子嘛 不是没花车来 我都觉得OK啊 所以我觉得办理这个活动的态度 是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 柯文哲就是开启了 这个选战模式 对于这个活动 他觉得办完就算了 反正anyway 所以这几天 交代了 所有的媒体都是报道我世大运 可是我觉得他也奇怪 我每次都有出现 所以他都一定会觉得 他就觉得这样就加分了 我觉得他就觉得加分了 但是你记不记得之前高雄 人家城局在办的时候 哇整个高雄市 大家都市民都很有认同感 很有荣誉感 然后有光荣感 可是现在台北市民 大家就觉得好像很无感 很冷漠 只是担心塞车而已 不只是这样 这个世界运动会办起来的时候 大家不只是觉得说 是高雄的活动 而且全台湾人的活动 那世大运也是如此 你身为一个首都 你今天办这个活动 应该让大家有所感 所以连市民都无感 更何况是其他现实的人 好 网路上 现在大家怎么讲 我觉得跟大家讲 一个悲哀的事情 就柯文哲讲说 我们就是要让世界看到台湾 我们有这样的宫庙文化 很抱歉 世界没有看到 大部分世大运选手还没到 12号就礼拜六 他在采接的时候 选手村才开 这几天才有人 陆陆续续飞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很松散 第一个 人家选手都还没到 你采接给谁看 显然不是选手 那第二个 在台北市这种温度 我们已经破了120年纪录 连续中午超过35度的时候 你在大太阳底下 办这样子的采接 坦白讲 国君都红旗不出操了 那结果你让这些阿公阿嬷 很可怜出去赛 拜托里面五龙五师 然后这个三太子 我想说 你们是不是热死了 而且更惨 你热死就算了 人家因为活动关系 觉得怎么会这样 你说是嘉年华采接 但结果你找公庙来动员 我坦白讲 你找民政局 找宗教科 出来想办法动员 就是这个样 不然你觉得怎么样 公庙能够出来 他平常开车就是 动员就这个车 你期待他台个法拉利来 所以找错单位办了 而且你也没有仔细地想 坦白讲台北在夏天 你在下午的时候 嘉年华路边哪有人 要跟你站得沿街欢呼 你晚上可能可以考虑 那如果你觉得北门很骄傲 那就在西门町再办一次 但你在台北市的主要干到 在假日的时候 办这个活动 真的没有仔细想 那我觉得最后的问题就是 现在真正问题才要开始 你之前看这样一个扫街 觉得不好 那实际上也没有国际宣传效果 但我刚刚说过 这几天世代艺选手才要来 林口要接受动辄 三万到五万以上的人 从那个交流道进出 平常没有这三万到五万人 上交流道从台北开过去 都会塞车 那请问现在交通输运 确实已经OK了吗 林口地区的住民 那边的居民 已经承担好这个责任了吗 坦白讲我觉得最让人担心的 倒不是说 你有没有在采接的时候 让大家觉得很棒 而是实际上台北市民 现在没有参与感 台北市民 新美市民 都没有参与感 我讲比较直接一点 是柯文哲自己不喜欢 柯文哲自己喜欢的东西 做死了都给你做上去 你看他打大巨蛋打多嗨 但问题是柯文哲自己 就从头觉得 设计之都 世大运 都不是他喜欢的东西 不是他争取的 那所以他就觉得随便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承受的 就是前面随便 后面必然会承担的后果 好的 好